穿著深色上衣 戴著黑色帽子 這位就是有博弈教父之稱的陳寅柱 今年1月涉嫌賭博和洗錢 遭檢房約談 當時以1.5億的高額交保金交保 笑著走出假以遞檢數 檢方經過三個多月的偵辦 4月30號宣告偵查終結 陳寅柱是博弈公司負責人 助理洪信兄妹負責財務 從2018年開始經營境外網路博弈平台 不乏所得高達2億得通通上繳國庫 而陳寅柱因為坦承犯案態度良好 獲得還起訴處分 包括兩名助理和其他被告的還起訴金 全案一共高達13億4482萬元 創下台灣史上最高額處分金記錄 天價的還起訴金 陳寅柱霸氣一次絞情 邦寅柱所得2億跟邦寅柱霸氣 8億5千萬元 他就一次就入到股庫 陳寅柱早期靠網路博弈起家 後來投資海外賭場 外傳身價上百億 近年來投身慈善事業 試圖漂白情勢轉為低調 但沒想到一口氣上繳國庫破10億元 再度登上新聞版面 九郭文 這裡的報導 帶咦 帶咦 咦 焦 数 六 五 四 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